水上乐园滑道内竞装了两把大钢刀 不知情的游客快速滑下 撞向刀片的瞬间 立马被切得七零八落 肢解的尸体顺着水流滑下泳池 而上方的游客还在源源不断进入管道 本是夏日欢乐的水上乐园 瞬间变成人肉屠宰场 炎热的夏日 一群高中生毕业生正在游乐园举行水蛇比赛 裁判向他们介绍游戏规则 比赛用时最少的队伍将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 场上的众人大声欢呼庆祝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比赛的前一晚 有人在管道内部做了手脚 先是钻开一个孔 再切开管道 最后直入两把锋利的钢刀 成十字交叉状固定其中 这要下去 可不得大卸八块 万幸的是在比赛前 检修员汤姆发现一个管道大量渗水 还在地上捡到了钢管的碎线 他怀疑管道内部被人动了手脚 于是赶忙跑上塔顶 想要阻止这场比赛 但大家非但不听劝 还嘲笑他是胆小鬼 眼看老板就要宣布比赛开始 汤姆再次跑了出来 他举起碎屑告诉众人 管道内不安全 应该马上停止比赛 但大家却觉得他是危言所听 老板娘甚至大骂着让他滚蛋 不过为了安全着想 还是拿起对讲机询问 坐在终点的大爷 大爷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 但其实在比赛前的早上 他在游乐园的草地上 发现了人为的血迹 但为了不影响比赛 他还是将血迹隐藏了 高台上 经过短暂的犹豫后 比赛继续进行 第一组的金发妹子 突然改变主意 选择了带有刀片的三号滑刀 这时老板娘劝他回到原地 说三号管道更长 偏偏这样 他反而觉得老板娘是在坑他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伴随着老板娘的口哨声 比赛正式开始 三个队伍兴奋地滑了下去 汤姆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谁也阻止不了他们寻死 而滑梯里的众人 丝毫察觉不到危险的灵机 随着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也更加兴奋 甚至在管道内玩起了自拍 然而没过多久 三组的女孩表情变得惊恐 张开的嘴角像集了第三个表情包 在巨大的冲击下 前面两个女孩瞬间被销成四块 第三个女孩有前面两人做护垫 侥幸存活下来 但比赛仍在继续 上方的游客还在源源不断进入滑道 这个男人被推下滑梯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人不孩儿立 他拼命刹车 勉强让自己活了下来 只能祈祷上面不会再有人滑下 可玩疯了的年轻人接二连三往下折 下一命 几人瞬间被大卸八块 此时滑到的终点 第二组队员率先滑落下来 场内的观众纷纷为他们欢呼呐喊 第二组队员也紧跟其后 可接下来 第三组的管道 流出来的却是一滩血水 并且迅速染红了整个泳池 就在观众疑惑地看向出口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时一个被分割的尸体顺着水流滑下 众人顿时变了脸色 有的开始四散而逃 有的直接拿出手机报了警 而胆小的更是将隔夜饭吐了出来 坐在高台的裁判大爷 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得摔落下来 直接扭到了脚 而对于这一切 高台上的众人浑然不知 老板娘还拿出对讲机联系大爷 第二组队员马上就要出发 但他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聪明的汤姆认为这下一定是出事了 再次冲上前想要阻止比赛 却被一旁的小黑直接推了下去 湍急的水流很快将他冲进管道 而高台上的众人还在欢呼 很快他就滑到了死亡拐角 看着眼前圣人的一幕 他死死地张开双手撑住两边 可还是抵挡不住水流的冲击 直接冲向了刀片 巨大的撞击 使得最后面奄奄一息的女孩 瞬间没了性命 好在有前面的女孩做护电缓冲 汤姆抓住刀片暂时存活下来 他现在只能祈祷上面的人 不再作死地冲下广道 但是比赛仍在继续 高台上 三组一个幸运而看着忧生的广道 直接吓得退出了 与死神正好擦肩而过 此时还剩一个空缺 老板娘提议让老板过去替补 对方为了在妹子前好好表现 于是欣然答应 直接脱下衣服走到三号滑道前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一群人再次急驶而下 可刚下去的老板因为害怕 直接抓住了管道边缘 而管道里的汤姆 还在祈祷不会有人下来 可没过一回 管道处传来一阵欢呼声 紧接着两个妹子快速向他冲了过来 游乐场的水上滑道内 涌现出大量血水和残肢 场外的观众直接吐了出来 一名男子试图顺着管道往上爬 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名男子就是吉米 他爬上管道 发现了正在管道边沿处挣扎的老板 连忙伸手将他抓住 可在巨大的水流冲击下 老板还是被冲了下去 还没等他交代两句遗言 身影就消失不见 吉米只好爬上高台 想要阻止这场比赛 而高台上的比赛还在继续 这次最先到达的是二组 他们兴奋的华夏泳池 庆祝取得第一 这时缓过神来的裁判 连忙叫旁边的大壮关闭水龙头 可是对方已经被吓到吐霄 根本靠不住 只好自己一蹶一拐地跳上高台 另一边 吉米刚爬上高台阻止 就被众人拦住 一个粉色裤头的小哥 更是直接当着他的面滑落下 其他同伴健壮 也纷纷进入管道 等大爷赶到时 就看见眼前一群激动的小伙 将吉米推了下去 而一旁的大爷非但没能阻止他们 反而自己也被推了下去 这可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完事后几个小伙还欢呼机长 幸运的是 吉米所在的管道 并没有放置刀片 他直接顺着管道滑落下来 而裁判大爷可就没那么幸运 而此时的泳池内 还漂浮几具尸体残肢 一场欢乐比赛 造成了九个人的死亡 水上乐园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那么到底是谁那么狠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故事还要从15年前讲起 这座水上乐园发生一起事故 一名男子在过滑道时撞伤头部 晕倒在泳池内 可是却没有人上前帮忙 唯一一个救生员 还在旁边泡妞 小女孩亲眼目睹父亲的死亡 发誓要报仇 长大后的女孩 处心积虑嫁给游乐场的老板 当上了游乐场的老板娘 她在管道处装上刀片 策划了这起事故 想要让游乐场的老板 和当时的救生员付出代价 一场屠杀下来 顺利解决了这两人 但是也因此牵扯十几名无辜的学生 炎炎夏日 水上乐园正是大家休闲的好去处 希望大家在完踪的同时 也要注意生命安全